加州参运已经通过了SB961法案 要求在2032年之前 所有在加州制造或者是销售的新车辆 都需要安装被动限速器 让加州成为了全美首个实施这项安全要求的州 只不过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数据显示 新冠疫情以来 整个美国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出现了可怕的激增 而就加州而言 涉及酒精和毒品驾驶的知名车祸 摩托车骑士死亡和青少年驾驶员死亡 均在2020年至2021年间有所增加 而这些意外大多因车辆超速 从而发生严重事故 为此有议员代表认为 超速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 通过采取严谨的措施来提示驾驶员正在超速 借此改善交通安全并拯救生命 此次通过的SB961法案 要求每辆在加州制造或销售的乘用车 卡车和巴士在2032年前安装被动限速器 并在2029年前达到50%的阶段性目标 这些被动限速器也称为被动智能限速辅助系统 当驾驶员超过限速10英里每小时时 会以声音和视觉信号警告驾驶员 然而这一法案却也引发了公众的争议 又代表认为被动限速器能够引起的作用 前提是加州实施严格的车速管控 而这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根本无法做到 几乎所有车辆都会以超出高速公路限速10到20英里的速度行驶 届时被动限速器将会全程启动 想要明确被动限速器的法案和作用 还要完善更多细节 预计该法案将会在8月31日接受最终审核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